台客第一天团精致演射最新作品 台湾变形记 依反过去的喜剧风格 反而聚焦在台湾这些年光怪陆离的时事现况 像是官商勾结 财阀恶霸 还有黑道实力等等 导演王荣裕就说 台湾近年来发生太多事情 像是学运还有黑心食品等等 他认为整个社会几乎要失去了互信基础 他把这些忧心都演在台湾变形记里面 因为他认为 艺术永远离不开社会现实 复仇者联盟经典角色 班上舞台讲的却是台语 服装道具也涂发练钢 看起来有点夸张也有点搞笑 这是金芝演射的新作 台湾变形记 来走 跟我走 诈看维持过去一贯的台客喜剧风格 但导演王荣裕这一次要谈的 其实是他对台湾这些年 一连串荒谬事件的感叹 比如说收水油 20年前有发生过 那今年又发生这种东西 你自己不敢吃的东西 怎么敢卖给别人呢 所以我就觉得 台湾这种美好的价值 一直在流失 那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一直在出现了 那我就觉得台湾这个社会病了 我要做一处探导现况的一处事件 黑道势力 财阀恶霸土地征收等 台湾变形记的故事讲述一群被官商勾结的黑白两道 所绑架的小镇居民 如何的乐天之命 甚至是过于宿命 这是我们的命 我们的命 这不应该是这样 真正是我心虎道 去害到你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 其实他就是 台湾人的一种典型 怎么讲 就是说因为很多事情 台湾人其实常常会抱着 很无奈的心情 就是说很多很多 这些事情我没法处理 我没法处理 他们就这样 政府就这样 还是派人就这样 我没法处理 我只能自己心中 就是默默的愤怒 但是却找不到发泄出口 你现在就对我回去了 你这样 你这样 现在的社会 台湾社会动荡很大 其实以真出来说 我觉得他就是想要 他只委屈求 他想求安稳 他用了这种方法 他觉得他这是一种安稳 可是他可能有别的选择 剧中长期被欺压的善良百姓 在无路可退时 决定展开反击 借此带出公民觉醒的力量 台湾变形记 看似同俗的故事 却充满着王荣誉 最终对台湾未来的忧心 有来想梦去